大家好,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年8月19日星期五 在你收聽的時間 我們正在星期二日報報新聞 可以分享給朋友 跟朋友說 現在傑仔和珠珠 他們現在報新聞 到了星期二日報 順便幫我多點分享 記得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回體分享、訂閱頻道 月費贊助有能力的Patreon 支持 跟你的朋友說 或者知道他聽星期二日報的說話 現在新聞這邊就搬到日報這邊 得道那邊就是兩位大主持人 分析的 希望多多分享 首先我查到一宗 全家移民 沒收公屋 因為兩次強檢都發現他不在那裏 先看看報道 政府現在每天都發佈 一個麻麻的大廈強檢名單 我相信不少聽眾、市民都曾經中過 一個網民在親子王國討論區發文 透露他的朋友 住在沙田某區的公屋 一家四口離開香港已經有三個多月了 最近兩次大廈強檢都沒有檢測 被政府檢查到 已經是移民 立即沒收公屋單位 九月就要遷出單位 只能夠靠其他在香港的親朋戚友 協助清理家私物品 有網民就發文形容他們 即是形容搬走這家人 移民這家人 連條後路都沒有賣 但也有人相信 其實他們 其實他們那邊都租了屋 我想短期內都不回來 老老實實 霸住這間屋是不對的 的確的 我都認為 那你也想著離開 根據現在房署的政策 如果租戶將公屋單位置空 居住在經證實的另外居所 或於三個月 非經常持續居於單位 即是你三個月內不經常住這間公屋 房署可以不予警告終止租約 我有個朋友也是珍事 房署很聰明 用水電 你用得不夠 叫你去解話 他無法解釋 那你不在 你自己搬出去 你不會開電 立即收你公屋 三個月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 上個月曾回應立法會議員的提問 表示在今年1至6月底 政府在房委會旗下的公屋 進行了250次遺風強檢行動 當中大約120次行動 是由房屋處統籌的 如果有單位在遺風當晚 沒有住戶應門 政府會跟進和即場派發通知書 提醒他們 要在解封後按強檢公告的指定時間 進行檢測 至今年6月底在行動中 沒有應門的住戶送目 大約佔住戶總人數10% 在完成強檢後 政府會在執法行動中 向沒有進行檢測的住戶發出強檢令 或定額罰款通知書 何永賢繼續說 對於遺風強檢行動時段 內未能接觸的住戶 據了解 住戶有不同的原因 未能應門 大多數遺風時 不在單位內外出工作 遺風時段後才回家等等 如果有懷疑濫用公屋單位的個案 例如長期沒有人住或單位被丟空 防委會會嚴肅跟進 以及進行調查與證實住戶違反租約 會採取適當行動 包括收回公屋單位 何永賢說 防委會除了透過日常管理措施 和兩年一度的家訪調查偵查 懷疑濫用的個案 其下的中央專責小組 亦會深入調查隨機抽選 以及公眾舉報的個案 此外防委會已成立 由經驗豐富的前線管理人員 組成的中央專責隊和特檢隊 分別加強 偵察濫用公屋的工作 以及辦公時間以外 做偵察行動 會否跟蹤 好了 先說過我前面說過了 記得幫我多些分享 大家不要濫用公屋 濫用也比較醒目 拜拜